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综合来看主角们的CP感如果很强 那么聚集的热度自然就不会太差 甚至还会帮助演员成功出圈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入选2020年度最出圈荧幕CP榜单的名单 看看这些组合的出圈必杀技是什么 Top10 胡先旭 好 富 深 亮光CP 与传统意义上的荧幕情侣不同 排在榜单第10名的这对组合只是好兄弟 但他们之间的友情却成为了很多剧迷们的追剧动力 齐魂能够出圈亮光CP功不可没 在齐魂当中胡先旭饰演的时光是一个拥有到外挂的棋手 而他从小就靠外挂处赢的帮助赢了天才棋手余亮 这给余亮又小的心灵造成了不可谋蔑的打击 此后余亮一直是时光为自己的对手 但是在时光用真实的水准与他对异之后 余亮又认为自己遭到了侮辱 同时余亮也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了时光的生活轨迹 两位围棋少年在彼此对抗中逐渐取得了进步 并且成为了并肩战斗的战友 这样的故事对于绝大多部分的观众来说 甚至是要比唯美的爱情故事更有吸引力 C 亮光CP能够上榜也在情理之中 Top 9 李一峰 金晨 河东诗红 联幕开播的《银面尔伟大》帮助李一峰再迎事业巅峰 他的口碑也是一路飙升 而剧中李一峰饰演的顾耀东和金晨饰演的沈清禾之间的互动 也是一大看点 两个性格和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在一起 期间也有过误会和争吵 但最终他们还是排除万难 在成为战友的同时有了更深的感情 这段纯粹而又真挚的感情像是一股清流 洗涤了很多观众的心灵 这也是河东诗红能够上版的原因 Top 8 周宇彤 龚俊 方林永驻 周宇彤和龚俊在从结婚开始恋爱中 饰饮的陆方宁和林瑞 一位是叱咤风云的霸道女总裁 一位是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 他们无论是身高还是颜值都相当的大调 而女强男弱以及女追男的桥段 更是满足了很多年轻观众的追剧心理 加上剧中还有大量反套路的情节 所以该剧的播出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方林永驻CP自然就持续值得关注了 Top 7 赵露丝 丁雨昕 成交夫妇 长文战略陈千千算是2020年的小成本网续之光 在男女主角的人气一般 剧集的喧发力度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之下 该剧还是依靠着清奇的画风 和主角们强大的CP感成为了爆款 剧中丁雨顺兮饰演的韩硕 为了赵露丝出演的 陈千千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 可谓是古代好男友 而陈千千在保密和恋爱之间所做的 各类的抉择也令人递笑皆非 成为夫妇不仅是很甜还很好笑 出圈也是必然的 Top 6 宋茜 宋威龙 繁星相送 姐弟恋相关的题材近年来十分流行 但是由于大部分出演姐弟恋题材的女演员 年龄都在40岁左右 所以很多的年轻观众反而get不到 而宋茜和宋威龙在《下一战是幸福》中的 繁星相送组合却满足了很多年轻观众的喜好 宋茜的年龄本身就不大 所以即便和刚满20岁的宋威龙 饰演情侣也是毫不违和的 加上宋威龙的身高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两个人站在一起的画面就更加和谐了 如果繁星相送都不能出圈也太不可学了 Top 5 成义 元冰元 初义夫妇 或许是从香蜜沉沉静如双开始 一部剧想要播得好的话 那么男女主之间的感情线就必须要足够虐心才可以 而琉璃中成义和元冰元组成的初义夫妇 就将虐心发挥到了极致 互相伤害时时有胜离死别是常事 就连确认关系之后也是虐到不行 最终的结果便是 剧迷们一边被虐一边疯狂打抠 初义夫妇想不出圈都难 Top 4 任嘉伦 谭松韵 六元一惊瞎 一部紧一之下 让任嘉伦成功的积深于顶流的行业 也让谭松韵的人气直线飙升 而两位演员以及剧集 之所以能够获得认可和C配效应也是不无关系的 六元一惊瞎组合在修成正果的路上 虽然阻碍重重 但是两个人始终彼此信任还互相扶持 这样持续高甜的组合也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相关话题更是不断发酵 Top 3 谭松韵 宋威龙 削尖脑袋 在所有上版的明星当中 谭松韵和宋威龙的名字出现了两次 这足以证明他们很百搭 不过他们在以家人之名中不仅是要演出C配感 还要克服9岁的年龄差 让比谭松韵小9岁的宋威龙演他的哥哥 好在谭松韵本就是童颜 而宋威龙的身高也加分不少 所以大部分观众还是能够相信他们是男大女小的 那青梅竹马发展成恋人的设定 也吸引了一大批的C配粉 肖尖脑袋的呼声一路高涨 Top 2 胡一天 乔欣 高龄之花 虽然小风暴的点击率和口碑都不算高 但是自从该剧播出以来 关于胡一天和乔欣就数次因为C配感而登上了热搜 无论是剧中高龄之花组合之间的互动 还是戏外两个位演员之间的互动 都令人忍不住直呼 好配啊 不过对于大部分的演员来说 在剧集播出期配合剧方进行宣传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也没有必要太当真 Top 1 赵丽颖 王一博 运费 CP 虽然有匪是临近跨年才突然上线的 赵丽颖和王一博之间还有10岁的年龄差 但是运费组合却后发制人 以超高的讨论度一跃登顶 剧中王一博饰演的谢允一路和赵丽颖饰演的周斐相伴 两个人一同经历了艰险互生爱意 周斐人狠话不多 谢允靠嘴行天下 这样颠覆的设定更是迫具看点 目前尤斐还在持续更新当中 相信随着剧情的推进 运费CP还会持续的输出甜点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其实看过了这么多的荧幕CP之后 不难发现如今影视剧集中的主角设定 已经十分多元了 传统意义上的CP配置很难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想要获得更多人的认可 必须推陈出新 以上十大荧幕的情侣 你们觉得哪对CP最好可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